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报藏着无价 挂带好 好 一个 一个 两个 蒋丰苗学的是设计 张玉蓉做出的芋圆 像是一个个软件 被放置在玻璃罐里 放大检视 要在老将前窜出头 靠的不是诱人香气 而是大猪小猪 落语盘的天然质地 今天有黑芝麻口味的芋圆 还有地瓜圆 还有芋头圆 还有植地瓜 还有火龙果 我们最独特 也是无依无恶的火龙果蔓越美 一大早煮好的芋圆 像是出水芙蓉 每一颗透得发亮 美得清新 就怕客人以为 鲜艳色泽是外力介入 蒋丰苗和张玉蓉 得不断不断地 跟客人摸嘴皮子 这是食材的真性情 也才换来婆婆妈妈的安心入口 芋头就很香 不像一般人家那种 比较化学的 它就感觉就吃得到 很像芋头的样子 火龙果蔓越莓 里面的蔓越莓很纯 是真的是新鲜的 很好吃 其实我很少吃芋圆的 因为胃肠不好 容易胃食到逆流 但是吃这一家 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吃菜可能比较甜 是苗栗的好山好水 让两人把创业脑筋 冻到土里长出来的东西 雪霸山脉的好水灌溉 孕育出后龙招牌地瓜 还有公管箱 软Q芋头 毒的现在政府就禁掉了 农药也是用禁 禁止卖给我们 所以你都不用了 所以说你们很多 现在没有像以前那些 你卖给小蒋就卖贵一点 因为小蒋我是知道 它稍微效路不斗 80岁阿公活到老也做到老 跟着潮流的种植理念 符合年轻人对食安考量 一老一少 开始搭起合作桥梁 小蒋有没有跟你杀架啊 他没有啦 没有啦 因为阿公算我们 阿公算我们很便宜的啦 所以我们也不好意思 跟他杀架了 阿公是因为要给年轻人 一个机会是不是 是 而且我跟阿公讲说 创业嘛 比较辛苦一点 对 好 来 好 来 从产地找生机 但生机也需要同心协力 创造火花 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其中一本就叫婆媳经 但在芒果树下的这两位 可是情童母女 媳妇想做的事 婆婆放下身段全力帮忙 他们要做我真的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出院了 我去旅行两个月 然后他们两个 觉得假日很无聊 那时候又没有小孩子 就想说 那时候已经大肚子了啦 想说以后小孩子如果出生 他要雇小孩嘛 那只有他老公一个人在做 他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再增加收入呢 不然我们小孩子出生以后 会用更多 那他们自己想自己去做的 没有 没有差 真的 很难 很难去做到这个程度 假如 婆婆真是你很好的 没有啦 帮手 又正是到此垂头时 小时候农忙 阿嬷总是会煮地瓜 芋头 甜汤 来慰绕农人 循着儿时记忆 试图找回阿嬷的味道 双手就这样忙碌起来 不管是地瓜啦 还是一次五十斤的芋头 削皮重任 都由快手的婆婆来负责 这个有虫咬就代表它没有荣耀 一般你有荣耀 虫不会去吃 虫不吃人就不能吃 虫可以吃人就可以吃 有了婆婆 老公作为后盾 张玉蓉 无后顾之忧的 专严起各种口味营养 这位行李儿子 个性独立 十足行动派 早在大学毕业 就开着老爸的发财车 卖起水煎包 再一次的挽起袖子 是对自我能力的再次挑战 我妈是做倒餐的 然后我想说 就已经被我妈 就是也是帮忙她 然后我已经有被她淬炼了 这种东西我都已经 有点稍微习惯了 如果去上班就觉得 上班是真的很轻松 可是比较不自由 玉香弥漫在老厨房 像是老中青三代隔空对话 市面上玉园很常见 但她要做的事 吃得到芋头快 我要抓比例嘛 所以她说差不多四五斤开始做 然后做到当娘家 我妈就说 你不要再做了 这样就好了 我说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把它释出来 没问题 试验不是一两次 而是长达一年 这位活力妈妈像是玩上瘾 大胆颠覆课堂所学 完全都没有造学下的 我记得我毕业快九年了 应该十几年了 然后我把它拿出来 然后我煮一煮就 那怎么还要加 因为那都是粉做出来的芋圆 然后根本就没有吃到 食材本身的味道 对 然后也都 就是很夸张 粉料比例不断调整 冰块加或不加 何时加 加多少 制成又该如何进行 才对芋头颗粒破坏力最少 就在电力快耗尽时 沙漠干泉突然涌现 已经做到最后了 我就觉得有点稍微 应该说懒惰了 然后想说 不然就和一和好了 而且没想到 既然是我要的比例 对啊 然后就是变成粉很少 然后做出来完美的比例 所以就客人最喜欢的 真的是太好了 一心一意 只想把东西做好 芋头料大于粉料的营养 没去记成本 偏偏苗栗小乡镇 卖价不能高 最后只能压缩 很多压润空间 很多时候创意就来自生活 怀孕时爱吃蜜餡 口中的蔓越莓 试着和火龙果互相结合 没想到红色果实 带来威蕾的大大惊喜 中间就有带一个酸 它整个那个 有画龙点青那种 整个蹦出来 我就觉得好好吃喔 这个东西已经会大卖 开心之余 却是手工大考验 因为每颗蔓越莓 都得一颗颗捏进火龙果粉团 还要将它包覆好 以免酸气外露 外界那边忙完 还要再做这个 对 这平常在打电 打电脑 打计算机的 不会来吃这样热烤鱼的 好 我们那时候在踹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曉得 火龙果煮起来那么漂亮 就煮完的时候我们觉得 哇 真的很漂亮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品种 我们也可以跳过 对 跳过 全台独一无二 犹如红宝石的火龙果蔓越莓 小蒋成功申请到专利 让家人信心大增 但凡事总是起头难 五年前备好所有预言 对外出征时 最后竟然还是满载而归 我老公很好笑 他说因为在观光区 他就说 那游览车一下来 一定好多人要来买 然后我说 他就说一百 如果是一辆浏览车 然后四十几个人 然后他说 那应该有一碗 我买 我就说好 结果那一次 卖不到五杯 他五杯还是卖不到五杯 骨子里就是有个 不放弃的DNA 隔天又出去卖 但把小货车 停在更显眼处 没想到50杯的量 全部卖光光 就这样一路走 一路调整 小夫妻的手作迎来婆妈肯定 总是还没开摊 客人已经排队等候 预言这东西 其实算是很传统的一个产品 这样 就算是一个 一个难肯定的一个产品 来自大地的果实 化身成一颗颗彩色珍珠 出身质却是华丽登场 谁说花大钱才能做事情 但大心细坚持不放弃 小人物也能谱出精彩乐章 量不够啊 在抓 是不是 这里都芋头啦 我都有看过了 这里数量不够 再不出发 客人就要饿肚子 温雅雯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急着清点水板和芋头高数量 婆婆 刘碧芳 还有先生李志明 也一步逼两步帮忙着 中央竹南圆区 对 对啊 这个有时候 那这个要不要绑架 不会 不会晃 不会晃 好 谢谢 对对对 我进去说了 好 带着婆婆的殷切叮咛 车子缓步下坡 眼前的绿意美景 来不及欣赏 米香已经渐渐消散在 西湖镇的田间小路 这门生意 刘碧芳做了15年 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忙 李志明退伍后 帮到第三年 无预警的一天 他就宣布厨房的一切 都交给李志明 等一下说三年就要出师了 妈妈也可能用这种想法 去说看三年了 你学了多少 你那时候没有拒绝 没有拒绝 因为我投入了吧 就来看试试看 急不急的 妈妈年代 人人生起的春烟 被李志明用现代化机器取代 高压炉火蒸腾 水瓣和芋头糕 犹如清水出芙蓉 不假任何雕事 就紧紧巴住香名的嘴 芋头糕做出来 如果最好的品质 就是看起来不会糊糊的 整个看得到芋头的颗粒 然后跟冷却的时候 会有它的Q度 对 这个就是最标准 原味水瓣 就好像我们客家人的布丁一样 米南的叫哇粿 我们的叫水瓣 那我们客家的是 把所有的配料 放在本体的上面 十八年过去 每一盘米食都已经精准到位 极度讲究内涵的它 只用真食材制作 隔年的再来米 经过一整夜浸泡 磨成浆 对上黄金比例的浑水 软软糯糯的口感 就从这儿来 隔年的米它的粘稠度 跟品质才能达到 做这个品相的标准 其实推伍后 考上公务员 但想到生活 就要一成不变 吓到了 立刻打退堂鼓 还是选择回家做事 高中嘛 我成绩还算不错 我也是保重真实的 去念个航空系 自己也还蛮适合做餐饮 这个的话 你可以去交很多不一样的朋友 回家帮忙 不代表用混的 就有薪水可以领 流鼻方既是瓷母 更是严失 要求李志明 一定要考取厨师证照 才准进厨房 总共那个考试 就是九道菜 煮烤官会从六道 每个晚上都好好认真的 把一道一道 把它亲自的煮完 不懂的就赶快问妈妈 我们都放很多芋头 削的会比较粗 蒸的话会比较 没有那么软烂 它比较会有颗粒 刺起来会有层次 高里的芋头 来自隔壁乡镇公馆乡 檳榔新品种 香Q绵密 从流鼻方推着摊车在卖时 就有这一味 妈妈相信 他们会越来越好 坚持品质这样子就好 他们的那个诚信 让客人 就是能够尝到这种美味 限量 萝卜干 豆腐干 虾米 还有香葱油 要包到有 那个萝卜干要有香味出来 葷石的加韭菜 韭菜最后面才加 才不会黄掉 它会有那种脆度 韭菜的话 才有我们那客家的味道 以前我是还没有认识它以前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我是不曾吃过 认识它之后我才吃过 然后那时候会觉得 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 因为闽南的地方没有这种东西 那吃了口感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平常我们闽南的 这个碗粿配料是把东西夹在那个碗粿里面 咸 吃起来就是咸咸 然后有肉燥啊 什么那些配料 那这些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但是 发现这边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这个东西 我很佩服我婆婆她真的很厉害 她以前就是用这个工作做这个 道地的小吃 然后抚养三个小孩子长大 米浆和芋头签结合 最麻烦的就是如何搅拌均匀 好让每一口都能吃到馅料 李志明自豪 她的做法比妈妈来得更好 只是每次双手都得耐住高温 雅文看着眼里用行动来相挺 以前在医院只要吹冷气 虽然很累但是不用这样子汗流加倍 觉得在这边很辛苦 曾经是家护病房的护理师 从台南驾来苗栗 在当地医院从事护理工作五年 生了小孩才辞去工作 边带孩子也边帮着生计 只是进了厨房 这位救人的人差点要被人救 被火炉吓到 因为那个要用莲果腔 没有经验我从来没有碰过 没有经验 结果她碰了一声 把眉毛山坡都烧到了 头发也烧到了 还好 还好 稍微一点热热的惊吓到这样 夫妻同理合作 一加一大于二 把妈妈的米食生意做大 位于山坡上的厨房 从天还没亮就已经炉望水滚 直到深夜还点着灯 不管是芋头糕 水板或是油饭 都伸手当地人喜欢 让食物最原始 最自然的味道把它呈现 就这样 就最单纯 因为我们客家人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客家人的典型 我们只是把以前的味道 尽量把它保留 把它传承出来 坚持古法制作 像是神明有保佑 大甲妈和白沙豚妈主绕境时 订单总如雪片般飞来 一天都要做出好几百个 让信徒果腹 我们从小看到的 其实做每一个行业 都要有一个乐情 才会有一个动力去执行 不然很容易吃饭空间 家乡的好山好水 不时拂面的清风 是忙得满身汗水时 最好的舒缓良方 每天把做好的糕点 从西湖香送到苗栗市去卖 但去年已经摆摊33年的位置 房东不再乘租 夫妻顺势改变经营形态 不推摊车 改租店面 让好味道 不再流动 定时定点 让大家都能吃得到 菜脯啊 那一些爆的那个料都满香的 芋头糕我最推荐 就是很独特的口味 吃不捏啊 从早吃到晚都可以 当早餐 当中餐 当晚餐都很好 守住老客人 吸引新客源 这是夫妻倆努力目标 虽然没有华丽店庄 直博的米食背后 它是母亲勤俭持家 无价的手艺传承 我都从厚里开车啊 先把电风拆下来 停一下 货车上装满身材格西 人道 工具道 每天八点 准时开进苗栗的院里市场 每天都是这些工作 除泡子 除泡子 因为这样比较好处理 因为我们长时间下来 会有油漬 做了快四十年 曹清忠和太太张素清 早已磨出绝佳默契 一下车 该做什么 先做什么 不用开口 动手就是了 这种传统的大锅头 大厅 然后 就是油炸鸡配合 我们的鸡肉 腌制好的 没有腌的都要一起下来 很重的啊 看起来也疼苦 没什么苦 没什么苦的 还在准备 就有顾客等不及 陆续来问 市场做生意 像是上镇场 揭晓人多 货车卸完货 又要立刻离开 以秒计时的接摊文化 就像它的炸鸡 在这老市场 可是秒杀出了名 我们那个炉灶有灶神 现在人不相信这一套 但是我还是信不信 我还是有那个动作啦 时间再紧迫 务农子弟在外作业 仍是以最崇敬的心 尽天地 除在高温热油环境 手套 厨师鞋 缺一不可 这时大锅头里的油 已经蠢蠢欲动 就等着鲜嫩鸡肉下锅 不能等喔 好不好 要下了喔 滚烫热油 把鸡肉炸得滋滋作响 冒个不停的油泡 高低温交错下 一大勺香喷喷 金黄鸡块 无处有面 草青中忙着炸鸡 摊子 都早已被婆妈给包围 看一下喔 三姐了喔 好油大 哎呦 好油耶 不用紧张 慢慢夾 有了 來 切鸡鸡 還有 切鸡鸡 來 真的是秒殺 秒殺 好恐怖喔 阿嬷 你抢到了嗎 抢到了 超緊張的 我生怕沒有 真的是秒殺 真的還不錯 真的還不錯 我手在裡面耶 對 不會很乾這樣子很差 我覺得是滿好吃的 很嫩耶 很嫩耶 很嫩很嫩 謝謝 吃胡椒粉吃 我爸都一直都會找他 對 有些人是要喜歡吃胡椒粉 很嫩 雞排要不要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曹青中的秒殺炸雞 果真名不虛傳 雞塊 雞翅 雞排 雞腿 雜起一落下 二十秒內 就被搶過一空 雖然擺了很多層盤 但根本沒機會看到 滿滿炸雞的盛況 來 去擺我們 對 三五塊 九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要順利 三十倍 重點 你要卡位 要卡到前面 你要卡到前面 然後夾子 帶子自己 動作要很快 因為基本上老闆娘 跟他女兒動作都很快 現在很多外面炸雞店 都沒有這種好吃 真的啦 反正我們市場的東西 有時候真的不好吃 吃一個 我買二十 二十吧 對 還在等它 是給誰吃 拜拜給人公出嘛 是這樣 特別買炸雞來拜拜 對 對 拜好就給人公出啦 曹慶忠家族 世代養雞鴨 小時候就得幫著餵養 上萬隻雞 家晴對他來說 再熟悉不過 一開始是把生鮮的雞 做成烤雞 熏雞 鹽水雞 供應給棕厚 後來利潤越來越薄 才想到單獨把炸雞 抽零出來賣 這個是現場裹粉的 沒有在家裡用 現在比較 比較新鮮啊 一瓶大的攤頭 實在小到轉身都成問題 但夫妻倆把它發揮到極致 蹲下去又能繼續工作 剛才要來的時候 我就先把它剝粉 然後再醃漬 大概要兩個小時 我是最傳統的 所以說 不用記得你來問 隨便一個人來問我 我還是會跟他講 這個沒有商業機密 也沒有祕密武器 這要靠勞力 什麼連手筋 開人的 有話直說的曹慶忠 對自家炸雞信心十足 調味失蹤 皮薄之多 人往吃進嘴裡 就會一口接著一口停不下來 有的可能就是 我們剛來的時候 他還是小兒子 媽媽帶他來買 現在他帶了他的小兒子來買 很多 外界以為的用料複雜 其實很簡單 重點在於使用無溫體機 光這一點 就大大升過低成本的老冬肉 大概兩個鐘頭都OK啦 就很簡單嘛 就是乳氣腥味這酒嘛 然後就是花椒嘛 黑胡椒嘛 然後要有一些蒜泥 重點在特別的 我們不打廣告 所以有醬油膏 不怕麻煩 新鮮現做 除了電載殺雞做不來味 半夜三點後的一條龍產線 朵雞 分切 醃製 裹粉 到下油鍋 通通自家處理 要怎麼會膩 人就是這樣 沒有人就換你 一手一條 才一條 沒有錢 人都變壯 變強了 變勇了 都三十幾年了 沒有壓力了 今年農曆年了 就三十六年了 這個路邊山白酒了 你會有所頓悟 人生沒有什麼強勢 你看就一瓶 讓我跑了三四十年 人生就這麼簡單 不為逆貼 順時而為 忙與累早已升華城 做身體健康 五個女兒喊令一半 是她最強力後盾 都愛自己 都自己抬 對 雞也自己抬 對 她就是 要到走 到求摸到用 對 會嗎 那時候 一整天都不會走 對 就走走就走 你沒有懷願 沒有後悔 沒有啦 對 對 你是說可以上個街船 那樣 看不到 是誰船嗎 不會啦 不會啦 她忙後場 張樹清成了她的眼睛 每逢假日 總是大排長龍好幾個攤位 招牌笑容是安撫 暴動最佳武器 回巧的女兒們也會自動排班 幫爸媽忙 她們是從我小的時候 就在這邊嗎 對啊 小時候就在這邊啊 反正就是我們的前輩吧 我們都靠自己 因為我們忙不過來啊 我們母兒子 我的管理就是 女生當男生來用 對啦 你男生要當畜生來使用 這樣才會進步 一塊炸雞 一瓶大的空間 成功創造離防經濟 其實家裡已經有葡萄產業 養雞養鴨 牧牛又騎馬 曹青忠早已是位董事長 卻是在大太陽下辦公 看天吃飯 讓這位娘家子力 更加珍惜我們手上的果實 車來車往的山城旁 不起眼的一樓矮房 卻是人氣沸騰 霧氣直竄的麵台 撫逼著油蔥豬骨香氣 三十年如一日 陳錦鳴鎮守台前 幹練的江秀英 像是他的眼睛 幫忙招呼著客人 一百 兩百 兩百四 好的 湯頭兩百七 11點剛過 顧客一個個像是火燒肚腸 卯勁的吃著大碗公里的料 豬頭整夠去煮 煮到再剝下來的肉 撕起來怎麼樣 口感很好 因為它食材新鮮 湯頭好 這樣 也是老客戶 從小吃到大 這麵裡 半條 黃麵 米粉任人選 最迷人處就在於鋪陳在上的 豬頭肉片 還有那一勺油蔥 客家道地的麵就是油 主要就是客家的油蔥很香 對 然後還有那個豬頭肉 然後配上那個滷蛋 然後整個的蔥 蔥加進去 然後整個味道就非常好 軟嫩的豬頭肉片 還有香氣逼人的油蔥醬 正是這家店的正點之寶 靠著它 遊覽車再來一車一車 遊客朝聖 清晨七點開門 月亮高掛才能熄掉炉火 老闆我都是你煮的麵長大的 對 在這邊很有人情味啦 雖然三億的各方面的交通 或者是說消費各方面 沒有什麼方便 但是我覺得這邊的很有人情味 陳錦鳴三十年前 以五張桌創業 現在已經擴展成四家店面 一碗麵為木雕小鎮 帶來的經濟奇蹟 這背後要不是有全心全意的投入 麵也就不會那麼的香 這沒有人要做啦 這很辛苦啊 這麼早 這麼早起來 從豬油買回來爆香 然後紅蔥頭 新鮮的蔥頭去爆香 然後才能呈現這樣的味道 一把鹽一把鼻鼻 因為那個蔥頭辛辣 對 嗆鼻 它的那個香氣更重 才會好吃 澎湖當兵 練就好廚藝 紅蔥頭嗆辣 旁人鳥手散 陳錦鳴頂多擠沒弄眼 也不會離開崗位 半夜兩點 從豐原市場扛回來的豬油皮 在大鍋裡炸 這是陳起廚房的第一箱 當油渣子撈起 剁碎的紅蔥頭 切放寶箱 那你為什麼要 雞蛋給它撈起來呢 才會香啊 自己炸比較香啊 通通自己弄的啦 我們東西通通自己弄的啦 每一樣自己弄的啦 沒有買好人家來的啦 可是你這樣比較厲害 對啊 對啊 因為 品質比較固度到啊 炸蔥油像是在拉茶 高高提起又迅速落下 每天新鮮現做 金黃變黃金 成了最迷人滋味 完全是傳統的古早味 客家味 客家本性做事勤奮 能自己做的 絕不假首他人 但他人做不了的 一定攔起來自己做 肉啊 肉比較 膠質比較多啦 跟平常肉不一樣 要煮兩個小時差不多 農業時代就有的 庶民小吃豬頭肉 處理起來費工 多數老闆不願意賣 陳錦鳴堅持 好物不浪費 就把它夾在麵裡面 煮一鍋五十塊 所以就是五十塊豬 對 五十塊豬 對 這樣這麼大 對 所以這是一步一天的 那要煮兩次啦 剛剛第一次出去了 一百塊豬頭 對 對 禮拜天不只啦 差不多一百五 有時候快兩百塊 這場盛大 全苗栗應該就只有 在這間廚房看得到 雖然成天和豬頭為伍 卻不豬頭 煮好的肉起鍋 趁熱就把附著在 骨頭上的肉分離 麻煩市卻成就了 今日的繁榮 連教科書都收入進去 豬的 這個臉頰 這又稱為菊花肉 臉頰肉 這是最好吃的 膠質最豐富的 這連 對 這個連九十九歲的 阿婆都喜歡吃 你必須用泡手的嗎 一定 對啊 手工做這個才有人情味 才有溫度 可是手都做壞掉 雖然只是水煮肉 但肉質不柴不硬 是內行人首選 不管是放在板條上 還是湯裡煮腳 靠著本色大放光芒 豬頭肉湯 湯裡面我們會放薑絲 就是香菜 放點香芹菜下去 然後放一點酒 米酒 然後還有放香油 對 很好吃 我人力都很愛 非常愛 對 然後客人都說 我就是為了你們豬頭來耶 陳錦鳴退伍後 白天忙早餐店 收工後幫爸爸送米 晚上又到苗栗市的 牛肉麵店工作 一天兼三份拆 從不喊淚 打著燈籠都找不到 這樣子的男人呢 因為除了不休假 然後他也沒有休閒 然後他所有的精神 都專注他的工作上 對 我真的很內心大 從內心的就很佩服他 認真做事 麵店老闆大方傳授 川味面食精髓 身無分文的農家子弟 學成回到三億 就在自家裡開啟牛肉麵店 四川口味 下得調味重 醬油 沙茶 辣椒醬 豆瓣醬和牛肉一塊炒 噴香的讓人要流口水 一定加乳包 沒有加 沒有味道 沒有香味 五張桌的麵攤 很快傳出口碑 當時店內也接賣一些 豬頭肉麵 供應給不吃牛的顧客 沒想到多年後 綠葉變紅花 反客為主 成為牛肉麵店主角 今天很好賣 下大運接受豬頭肉比較多 豬頭膠質比較多 我們家比較喜歡 大鍋大灶 牛水熱湯 對在台北 從事健健工作的江秀英來說 太過衝擊 以為嫁進成家 可以說服改變生活方式 沒想到日復一日 沒有不忙 只有更忙 第一天就結婚 第二天歸零 第三天我就站在最前線 煮麵 收完收到想丟掉 然後就坐在那邊 想說覺得好辛苦 就覺得 想到娘家的媽媽 然後就覺得 不至今的 眼淚就流下來了這樣子 對 陳錦鳴欣喜工作 從不休假 看著食客吃得滿足 是他最開心的事 江秀英也只好妥協 與其抱怨不如參與了解 家境三層的歲月 自比魚幫水 水幫魚 黃天不負苦心人 終於也開出燦爛的花朵 我六點就起來了 就先打掃 然後就把這些蘿蔔先曬 等到太陽出來 我就不用那麼熱啊 入冬的陽光總像這樣 有點華麗 有點硝索 空氣裡飄渺散慢交錯 好在求求陶婆新娘 一早細心鋪排的蘿蔔香 把老三和月薰的精神抖擞 點暖洋洋的 這個三十天過後黃了 就拿出來曬太陽 然後曬到乾就給它綁起來 就做梅乾 客家菜吃出吃野 吃雜吃鮮 芥菜昨天才從田裡摘下來 撒了鹽巴用力揉過 封存起來 就是鹹菜雞湯最好的食材 以前農業社會採回來 爸爸都用大缸 搓一搓 差不多了 就放上去 然後我們小朋友 就全部上去採 腳去採的又特別香 真的 一般酸菜是殺青後醃漬 而梅乾菜 則得再多一道亮曬 等待水分完全脫散 這一味緊的請光陰熬煮的鹹香 就讓人更加胃口大開 因為以前 農業收費沒有像現在說 每天去街上買菜 就自己種的 蘿蔔乾 鹹菜乾 蘿蔔煎蛋 還有梅乾菜 以前是很少做梅乾扣肉 就是炒一炒 廚房熱鍋上 菜脯煎蛋 炒薑絲大腸 三不五時再多上幾隻白斬雞 盤裡替來換去 不過是那幾道快炒店也能找到的 然而老坑人就愛往這巷底的老宅裡邊 最主要是它的焢肉 還有那個薑絲大腸 焢肉很好吃 很Q 又不油膩 我們每次來都必點的 它的醬油很好吃 我們自己偷偷地跑來吃 吃一頓抓到 我們上次還在外面那邊擺酒 請它有人生日 在這裡來吃飯 在外面大家吃得很鬆快 我們從台北過來 好台北 我跟我先生都是客家人 所以我們常常都會到 這個桃竹苗這邊找客家菜吃 然後我們每次點的一定是什麼 薑絲大腸 這個客家小炒 然後尤其是這個湯 這個湯是那個 就外面曬的那個湯 然後吃起來 那種酸酸的那種感覺是超好的 而且它那個肉沾的那個雞醬 味道真的是棒 燙餓 你知道這雞也是雞養嗎 就供養的 山上有那個山泉水 所以肉質非常甜 跟外面的雞不一樣 老一輩的客家族群注重養生 飲食特點也鍾愛原汁原味 秋秀桃既是血脈純正的客家兒女 又是客家樁裡來家大家族的掌席 所以北客家人餐桌上的會碎精髓 早已是平時日子的一部分 就像吃百斬雞肉一定要沾的雞醬 那得親手做 攪原豬腳從燙煮滷蒸到炸 不中刀工 好賣粗犯 細膩的事都是很講究衛生 燙起來我都把它泡冷水 上面這一層一定得給它刷乾淨 炸出來的豬腳才會好吃 客人吃到就比較安心了 以前剛開店的時候 我師傅就教我 他說他從來不教女師傅的 女人的 然後是沒辦法 然後他就教我 他說他由他師傅那麼多 他只教一個女生就對了 然後就教我 這個豬腳要打開 才滷的會有味道 這個滷包蓋在底面下 放椒 然後醬油 在客家莊裡 生意做了十三年 秋秋桃其實並不愛當老闆 他本想單單純純擺個小攤 兼顧家祭 不過人生總有些際遇 又把他帶回這裡 然後我還要放這個了 少洗的圓巴 農會的這些主管他們 很喜歡到我們家來吃飯 原因是什麼 做的菜太好吃了 就是我婆婆也很好客 主任這些就喜歡來吃說 我們做的味道還不錯 三兩天 客人就來了 滷了兩個半鐘頭的豬腳 裹成薄粉下油鍋後 距離端上飯桌的時間 就不遠了 朵滿蒜 蔥 辣椒 胡椒 裘秀桃這一道光亮燦豔的 嚼鹽豬腳 胃厚濃香 雖不在菜單上 但上門來的行家 就算第一次報到 也曉得他是必點佳肴 每道菜真的都很好吃 真的啊 真的 尤其是這一道 外酥 內軟又多汁 然後吃起來層次分明 然後還有它上面配的這個蔥 還有那個椒鹽 然後吃起來是絕配 很棒 董志成不是說客家菜 又香又油又鹹啊 又滑嫩 就是因為都是那個油分比較多 那這就是我們小時候的 口味的懷念 碗盤上的酸菜香 與庭院前的菜脯交織著 往往蔓在鼻尖 還沒下肚就化作了香愁 是啊 這就是四五年級生的小時候 有點辛苦 卻有快樂的小時光 所以快遞以前是哪裡啊 之前原本就是我們家一個空地 後來就用一用就種一些菜這樣 有香菜 有木瓜 又有小白菜 地瓜葉 老三和月輝煌的時代是這樣的 前庭曬蘿蔔 後院就種點青菜蔬果 小孩下了課要割木草 要放牛 月靠前拿著課本 廣著腳丫採芥菜 也是常有的 幾副啊 他們有三副 我們有 我們這邊有四副七副 七副應該怎麼整 我們一個房間就幾五六個吧 對 就是哪有什麼可以寬吃都沒有 就這樣子睡 這個櫃應該是大概民國四十年的時候 四十年的時候 大概幾年六十年了 這個格子就是剩菜 剩菜這樣放這個地方 底下呢這個這個呢 就放一些筷子碗筷 筷子湯匙 老廁裡一磚一瓦一錦一物 靜靜匯積著燒光 因為平淡越顯真味 耕耘老菜的暖調成香 風華了大家族的精煉歲月 你好 你好 來 我們現在 來 我們這裡有這個木頭 是 來 吃什麼 好 東種口味 是 對 國際曼城裡的麵包店 有最傳統的菠蘿麵包 還有高高低低 刻著年輪 時下最潮可以吃的木頭 因為我們這邊是木雕 藝術之鄉嘛 是不是要用一個東西說 辦手禮或是名產 珍貴木材紅豆山 化身成木頭餅 口感紮實綿密 是蔡永次的得意之作 更得到多做獎項 熱情招呼著顧客 要找他 如果說不是穿梭在麵包店裡 就又是埋身在二樓 諾大的工廠裡 我們生活在台中 台中市的獲利箱 過來這邊 來這邊做行李 這邊請來 其實很辛苦 因為有些人做行李 第一 我們願意不通 語言不通 我們是閩南人 這邊是客家庄 四十年前 語言不通的蔡永次 憑著對烘焙的熱情 從台中離家 勇闖苗栗三億的客家庄 路邊的那個水啊 吃起來很甘甜 我喜歡那個 另外有霧 我喜歡那種感覺 我跟我的太太講說 因為我比較 我跟我的 我太太知道我比較浪漫 那種行的 我喜歡那種霧 茫茫茫的這樣子 很清爽這樣子 騎那個五十cc的 其他半會都熄火 我太太就罵我說 你到我這邊 鳥不聖誕的地方 還罵我 浪漫 熱情和憧憬 沒有被罵跑 不過眾人反對 硬是來到 這一個小鄉鎮 開啟麵包店 只是語言不通 鬧了很多笑話 他說歐巴桑小姐 來跟我們買東西 買說雞蛋糕 雞蛋糕我說 雞蛋糕有 他是要去掃墓用的 所以他在講說 要掃墓用的雞蛋糕 我這就是掃墓 我們不懂 我們不知道 你一言我一語 客人被氣走 一天的營業額不到一千塊 但不放棄 引進都市折扣優惠 又在全台各地學習 把最夯的麵包款式 帶進三億箱 做雞蛋糕的生意 做得不錯 我就靠近去跟他講說 我來競技學 競技學的雞蛋糕 我就真的 競技工 就自己去 旁邊去台北中學 去自己學 還去高雄去學 學的雞蛋糕 學的雞蛋糕 這樣 我怎麼做 就覺得 最重要是要有熱情 產品推陳出新 努力被看見 慢慢的成了當地人 最依賴的糕餅店 但當它茁壯時 三億最文明的木雕產業 卻逐漸沒落 我們把這個麵粉 夾拌好之後做鴨鴨 它比較綿密 鴨鴨到光滑這樣子 達到我們想要的 這樣的感覺 靠手感的工作得平經驗 十年前 政府推動一箱以特色 蔡永次 就以木雕為發想 用麵粉形塑出 一個一個可以吃的 木頭餅 餡料再加進蜜紅豆 就能表現出台灣紅豆山 當初是做那個年輪 做不出來 後來就是 吳亦鎮就是說 看到我們有做麵包 有做那個 紅蘿蔔麵包 就是我們自己有在加 紅蘿蔔 我們都打枝起來 整個 整個打枝起來 是純 真的是純的 原物料加進去這樣子 所以做成比較深色的 那種綿綿的顏色 形狀要像 味道也要好 因應養生風潮 內餡也加進起士丁 製作耗工廢時 還好兩個兒子陸續加入行列 大兒子英國返台 設計長才 協助蔡詠次把餅做大 小兒子跟著父親腳步 把餅做得有模有樣 這個是就是包表面的餅皮 有點像高漿類的餅皮 我們裡面就是用蜂蜜 然後還有糖還有麵粉 然後攪拌均勻之後 包的時候盡量就是要把整個 就是都包起來 木頭餅最重要的外觀 樹皮 原來是再包裹一層面皮 塗上滿滿蛋液 再加以美工 刮出木紋 現在看似很簡單 研發時卻是壯的饅頭包 連木雕師傅也出動 也有年輪嘛 幾個幾層幾層 就是代表一年 那另外木雕師傅有的茶是比較薄 有的茶是比較重 茶紅豆沙就比較重 他就是會跟我講一些 可能製作上他的經驗 我最佩服我爸就是他 他很堅持 對一樣事情他很堅持 因為他 他就像他 他幾乎全年365天 他沒有在休息 業力雕琢出的木頭餅 獲得中央肯定 成了名副其實 接地氣的最佳伴手禮 過去是三億的好山好水 吸引麵包師扎根 現在是他的巧思 再讓觀光客回流 一步一步走得踏實 讓人看到成功是一種態度 你是衣服嗎 稍微 好 沒有定位 好 請進 請進 藏著重口音的秀蘭 努力招呼著第一次造訪的人 往往會被這不想餐廳的餐廳 驚訝形於色 的確這用餐地點 其實是個尋常人家裡的客廳 花紋地板 上了年紀的木板們 在在都訴說著老宅年紀 勤奮的老闆娘忙著各做張羅 直白的待客之道 總讓人印象深刻 好 沒有打網給你啊 好 點啊 點好了 沒有啊 你這個小菜沒有勾 你要勾小菜啊 好 你勾 來 現在真的勾 拜託你勾一下 勾好了啦 勾好了 這就拿來了 我死了 對這位有識白目的秀蘭 老客人早已習以為常 又過去 余伯伯當家時 個性就是這麼鮮明 他以前會規定喔 會規定 一桌只能吃兩個小時 才會關冷氣 來 兩個小時到 給你關冷氣 叫你收一收回家 打包回家去 去吃吧 就滿有個性 三四十年來 大家沒被這家人的個性 給氣走 為的就是這口 獨特的臉盆牛肉鍋 三十幾年了 從以前老闆 與老闆 從我小時候吃到現在 一個禮拜來兩次吃三次 來這邊吃飯喔 對... 你吃不膩啊 吃不膩 它的湯頭啊 看起來很紅 很... 看起來很濃郁啦 喝起來又不會很油膩 喝起來滿清爽的 用臉盆裝的牛肉鍋 裡頭有炒過的牛肋條 還有豆腐番茄 端上桌才有陸續放進簡單配料 盆口大 沸騰得要等 但當滾沸氣息竄出 冒出的煙絲濃郁醬香 就可以明白 為什麼是老客人的心頭愛 尤其余伯伯還盯住 白麵條就是要放進湯裡煮 這一煮更是沒有以前別戀的理由啦 好吃 很Q 讚 就是麵就是好吃 在外面吃洋蔥麵 沒有吃到那麼好吃的洋蔥麵 那個牛肉湯的感覺 對... 它就辣辣的 好吃 很好吃 用牛肉湯煮白麵條 一種奢華 就在質樸的老宅裡登場 這份衝突 是田間省道上 最東人的鄉野人情 我老公就是交代我 我要做這樣子 他一來就是這樣子的料理 我就也要得這樣做 他教下的工夫 他說 叫我好用心一點做 不要 如果不用心做出來不好吃 口中的老公 客人稱的老東家 就是秀蘭的老伴于伯伯 江熙出身 做料理是出了名的 責善固執 為什麼要炒米 就家庭它的香 香度 那種火鍋才會香 牛肉鍋裡的每道工序 都藏有學問 米要炒到發黃 釋出香氣才能罷手 但通常已經是超過 一個小時的時間 秀蘭的耐性 大半就是炒米磨出來的 當年四十歲 帶著三個小孩在嫁 大他三十歲的余伯伯 不嫌棄 還愛屋及屋 他真的對我很好 有孩子 他也不反對 老兵的鐵漢柔情 堅持不讓秀蘭做重活 就在一趟獨自買菜的路上 被車撞倒 把手碎高齡 腦部受到重擊 煎熬八個月還是走了 那現在我說為什麼 幫他照片鏟起來 我看到我會不舒服 我會覺得他那個 就是 就打不起精神說 要做事 就是一直掛著他手 他為什麼會這樣突然間 這麼快就走掉 電鍊是空氣的味道 布滿在家裡的每個角落 當年余伯伯還是個小孩 就被抓兵來到台灣 搶鈴彈雨 停過古寧頭戰役 還有八二三炮戰 所以軍中退休後 就想安心自在過日子 才會在家裡賣起家鄉味 大概有七龍到八種藥材 對 這樣子做 我們自己做調配起來 然後做烹煮這樣 也是很有原則 也是很嚴格 余伯伯的祖父是位中醫師 擅長抓藥 父親又類似中破腮角色 到處幫人煮食 就把記憶中的味道 像是拼骨般 一個一個 又裝進乳包裡 成了牛肉鍋的靈魂 他就說要認真煮 對 他說就是要認真 對待每一件事情都要認真 然後煮的時候就是 那個調味要認真調 對 那時候他也是有叫我說 四位鴨 就記住那個味道 不要忘記這樣 因為牛肉鍋 秀蘭一家子又緊密團結起來 來自台北的媳婦 跟著做手工進出廚房 遇到衝突點 余伯伯的清瘦老味道 是家裡最大公約數 誰都不可忤逆 但有時秀蘭又像個小女孩 愛跟大人搶玩具 大膽的把火鍋配菜 又多夾了金針菇 木耳 貢丸和牛肚 大大挑戰 北北的忠於原味 他說 你要是不聽我 你違背我 看你回來 大女孩你死了回來 看我怎麼修理你 他這樣講 可是你現在又 又違背他心裂了是不是 我有跟他講 我說 我有跟他拜拜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不是 我要違背你 你要體諒 因為小孩需要一點 要有工作 要多一點 這樣才吸引客人 客人的需求 就是火鍋店 大概是差不多這樣 所以他應該 我說我跟他講說 如果我跟你們回去 你不要找我們算贊 我有等一下跟他講 我也是怕他很兇 還好老客人繼續報到 讓秀蘭在老公和兒子間 都可以有交代 冥冥中 二春的緣分 像是早有安排 很能體會老伴 站回來去後 求安定的心 因為自己是 雅希雅孤兒 父親從雲南一路打仗 打到緬甸 又到太北 同樣在驚恐中長大 害怕 就跟爸爸一起來的時候 戰爭就躲在矮洞裡面 就不能 就老婆娘就去躲著 老公又去打仗 就不死才回來的 父親的血淚 讓他二十歲 有機會來到台灣 第一段婚姻維持十多年 父母相接離世 在最低落的時候 遇到余伯伯 兩人相知相守 珍惜能夠活下的緣分 只要一想到 太北山上的老家 就會做起家鄉菜 正好上門的客人 就能一包口福 就這樣打泡豬 然後荷包大概兩半這樣 這都是家鄉的菜 對 泰民的菜 泰國那一邊的 所以想念家鄉的時候 會做這些料理 平常也很想吃 這比較配飯 又辣又酸這樣 來到台灣覺得 很好 很幸福 生活很幸福啦 余伯伯的牛肉鍋 在喉嚨經營已經超過四十年 儘管人超多 他還是堅持只做六桌 不把賺錢擺第一 生活過得健康快樂最重要 以前就是用一種冬鍋 對 有沒有問過為什麼要用這個 沒有耶 可能它的特色 對 好刷洗打 他說這個是白鐵的啊 沒有毒啊 他這樣講的啊 他說雖然這沒有那麼好看 好看不重要 要衛生 要有沒有毒比較好啊 木門內大家吃得火熱 余伯伯累了先走一步 秀蘭接棒 拎著兒媳 繼續在宅子裡 傳遞老兵的人情味 對 一天要打一波 為什麼一定要打就打 他沒有賣麵 這是賣麵的 算是主要的啦 文童話 像他們那一講 就被 你走到這個市場旁邊 你聞到這種味道 好像沒進來吃好像不行 好像被這種味道給吸引進來了 這個味道 窗外求一濃 來上一碗熱騰騰的麵湯 再滿心不過 讓我想到我媽媽那個時候 她的湯頭真的是 我從她媽媽吃到現在 吃到星坎裡的味道 就是黃媽媽總會在料理裡 加上一勺炸得脆口的油蔥酥 我到客家中我就想吃這個 我覺得平常說 哪一家做的好不好吃 所以你給他評估一下 好不好吃 下次就 下次不用來 笑得何不容嘴 這味肯定有達到標準 清晨六點營業 市場裡的麵攤 是許多南莊當地人的早餐 不用等到中午 一大早就有熟面孔 登山客報到 要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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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到20分吧 10到20分吧 10到20分 可以嗎 可以嗎 等再久 客人都願意 一鍋子的勾勾湯 一下就見底 各式國民小菜 跟著切個不停 你坐乾淨下去就給我了 好 OK 油湯生意忙又累 請不到員工 年輕的黃子民 只好一人分飾好幾腳 務求最短時間 將舌尖美味送到嘴邊 就是在市場裡面 吃麵的那種感覺 就好像 就是一個很大的家庭 那種很溫暖的感覺 有比媽媽煮得好吃嗎 有啊 有啊 媽媽不會煮 勾勾麵是麵攤招牌 已經在小山城 飄香超過50個年頭 糖底勾芡 主角是肉根 總是現煮現賣 黃媽媽瘦歸瘦 可氣力速度比年輕人還要快 這動作要很快嗎 我習慣 做習慣了 勾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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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客家話還是什麼 對 魚肉 豬肉 下去打的 它屬於魚比較多吧 肉比較少 也就是叫肉根 筍絲 紅蘿蔔 木耳 有些客人講說 為什麼你講肉根 都沒有看到半塊點肉 也曾被罵過呢 對 會啊 可是它的肉是夾在裡面 攪拌的這樣子 一度受到委屈的麵 客人越吃越習慣 慢慢的罵聲 變成了稀稀素素的吃麵聲 勾上芡粉 台語唸勾勾 才出現勾勾麵 這有趣稱號 不過到了黃媽這一帶 發現這一碗麵 很是讓油脂燒呢 所以又把它取名 茴香麵 很多從這邊去外面 他們回合想說 茴萊藍霜沒吃一碗麵 好像不像茴萊霜的樣子 真的好像想吃到 茴萊味的味道 勾勾麵也好 浮雲油脂的茴香麵也罷 都是婆婆英姊 當年為了養家 才開始在路邊做起生意 因為婆婆那時候 一個老人家要養四個小孩子 單親嘛 後來媽媽就想說 來賣個麵 她自己去弄怎麼做過 勾勾比較好吃 是婆婆她自己想說 要怎麼去養活一個家庭這樣子 所以她才出來賣麵這樣子 那時候一碗麵 從三塊錢賣到現在 入冬 山裡寒氣逼人 喝完羹湯 身子馬上暖和 客家飯桌上的家常味 受到熱烈迴響 生意搶搶滾 一張桌變成好幾張 婆婆手把手的 把廚藝傳給媳婦 黃媽媽不敢懈怠 每天天還沒亮 就起爐火炸豬油 做起客家魂油蔥酥 這鍋有很重要嗎 很重要 很銀河 銀河沒有給它炸香 那一碗麵覺得好像 因為豬好像那一碗麵沒有香味 對 你們家哪些料理需要加這些 炒麵 還有鍋鍋麵 就是肉羹麵 湯麵 乾麵都是要這樣 油蔥酥 20斤豬油 15斤紅蔥頭 大火煸出天然的台灣味 徐徐清風總把它帶著跑 是領著麵攤走過半世紀的大工程 專門來賣這個 像網路上不是賣東西嗎 還有我的辣椒 所以準備靠這兩位來賺錢 本來是想說我還有另外一個兒子 改天他行銷了 看他怎麼去慢慢發展 叔是要靠油蔥酥和辣椒來賺錢 但其實捨不得停掉這攤子 因為兒子放大了好幾年 這兩年好不容易想通了 傳心待在店裡 前面是念餐飲的 怎麼念沒有畢業啊 不乖 很不乖 愛玩啊 都不回家 對 然後又變得很愛喝酒 我們現在比較有責任 比較有 對 要有責任 因為家人有跟我講說 如果我不做這個的話 這間店就沒有了 所以你才認真的思考了 對 就爸爸也常常講說 做一間合唱敲一間鐘 你做什麼就要像什麼 你做米粉 不用給你嗎 怕他太累 有啦 前幾年有想啊 可是現在已經二十五歲了 念下去那麼老了 再幾年就要接棒了 和酒肉朋友說拜拜 工作不再落跑 生活變得規律 清晨六點 黃子明就來市場報到 一做定 就把一天的餛飩量給包好 不多做放冷凍 因為他跟媽媽一樣 講究食的鮮度 以前料都是媽媽在調 後面換我再調這樣子 餛飩做 其實喜歡吃湯的 對 因為喝 我比較喜歡喝湯 比較喜歡我們家裡的湯跟湯 這樣子 因為從早煮到晚 有很多大股肉 你的生意比較好 還他的生意比較好 要怎麼講 因為以前比較都是 做那個煤礦的 現在都外客比較多 所以我現在的生意還不錯 因為有認真在做 客人滿座給了認真 最好的肯定 忙雖忙 嘴上說得累 其實心裡很欣慰 兒子想通 成了最得力助手 婆婆的手藝不擔心失傳 這碗勾勾麵 把油子勾回鄉 也讓自個兒孩子迷途知返 這碗勾勾